很久沒有回來日本的日本人 回來日本吃過要點餐 那這一個禮拜吧 我們只要吃吃吃吃 沒什麼規定 沒什麼懲罰 長次就吃 更一定常常 上次的話多幾餐也可以 火戲 下午幾餐也可以 那我們的 隔禮飯吃過 開心 被吃掉了 你來日本吃的紀念的地獎 但是很好吃的 這個很久沒有被煮日本的 日本不要點餐 因為這是魷魚很久 可是還是要點這個 應該大家會驚訝 是不是這個 麥炭腦 在台灣也有麥炭腦 為什麼特地煎吃這個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並不是效果 並不是搞笑什麼 這個我真正想吃的東西 這個裡面有滿滿的 日本才有的日本風味 猜猜看 這個是什麼漢堡 應該你們猜不了 因為這是在台灣沒有賣的漢堡 焦燒漢堡 照焼漢堡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 這個焦燒漢堡的特色就是 這個漢堡皮的上面有芝麻 然後重點是裡面的醬 這個焦燒醬 帶有一點甜味 還有酸一點的醬 還有裡面的鹹菜跟 日式沒問題 台灣的肉漢堡是比較脆脆的 但是日本的特色就是這個 虛潤 我完全不懂 為什麼在台灣沒有賣焦燒漢堡 第二個 薯條 啊薯條薯條 這個是跟台灣一樣的 日式 嗯 日本的比較鮮 Fantagreb 來一張 這個Fantagreb也是我從小長大的 青春的飲料的味道 太酷